诗篇150篇第6节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博华 你们要赞美耶博华 其实这个是我很欣赏的 因为现在我们转入这种无罪模式 但是看《特兴知悟》那种热词是更加火热的 这个就是看《特兴知悟》 慢慢看见石公人的身份 他们直接调节自己的尊重 参与那种火热 这些人就成世可以得到更多祝福 但有些人不调节的 他以为他们会得到祝福少 不是得到祝福少了 是会直接得到审判和咒座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 你知道的话 神要求高了 等于一些人不知主耶稣是救主 但当他们知道主耶稣是救主 要求高了 神会责问他 为何在人生的道路和分岔路里选择 因为你以前不知道有分岔路 现在你知道 等于一个人 见到这个人 不知道这是主耶稣 但想知道是主耶稣的时候 不知道那一刻有个选择 给了他 那是分岔路 等于原来神给石安的身份 慢慢供诸于世 给全世界知道石安就是辛苦 其实全世界突然有个分岔路 但他不认可也没用 因为那条路已经放在那里了 时间到了这一刻 就会突然被你 acknowledge 知道有个分岔路 全世界的君王祭司 他们突然有个分岔路 但当然了 圣经记作 很多人都会选择 但你们呢 你们其实这几年当中 一年接一年慢慢知道 添加壮动 你们突然在你面前 其实有分岔路 分岔路你能不能用以前的态度 对于石安 其实是不行的 当你看到这些打开了的奥秘启示 和神的oracle的话 其实 那个就是 信仰的应用 就是信仰的实践 明白吗 等于有一个人看到 前面这个人不知道是谁 一件事 要知道是主耶稣的话 那你知道这件事 你有没有信仰的实践 就是你已经看到救恩了 你看到那个世上有救恩了 你有没有信仰的实践 如果没有 那连同制弹也行不过 是不是 好了 但你有没有想过 当现在石安的身份慢慢review 全世界其实是会经历一个信仰的实践 就是他们选择石安 还是选择自己在自己的身份 和财富当中 但是你们呢 其实你们慢慢 大家都知道你们是普通人 石安是非同反向的 很多的石安人都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以前不知道石安是这样的身份 但是现在石石安是这样的身份 其实神是会看着这个人有什么信仰的实践 而他以为 我只是知道多一件事 其实你知多一件事 你不知道神已经给你多了一个选择 但是很多人就说 我继续做回以前那条路 我当没有一个这样的选择存在 我当没有一个这样的分岔路 让我作任何选择 我继续做回以前 我好像不知道有一条 这样的路 这样的选择 这样的选择 那你想想他会怎样 你猜他当不知道 就真的不知道 是神摆在那条路 是突然间要用神 神让我们今个星期或下个星期 突然间因为知道而多了一条分岔路 我们就要决定 我们继续维持我们这样的态度 去走这条信仰 定我们 在这个分岔路当中 选择一个真是配得 这条分岔路的那个态度 就像当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救主 我们知道那些财主 其实神挑选他们 懂不懂得在这个 知道主耶稣的救主的时候 选择 这个分岔路就像 在那条在树上的 财主 杀盖 你会看为何他会得祝福 为何主耶稣会去家吃东西 是因为 他见到救主 然后在这条分岔路当中 他对待主耶稣 是一个救主 所以主耶稣就赞赏他 明白吗 因为他可以不做 他可以不做 但他会错失了这条分岔路 他当没有见到主耶稣 这样也可以 但不是他想去看 然后最后他认识 就像马利亚用 珍拿达香高去教主耶稣的脚 是不是 每个人在过刻 可以作选择 就像由大可以选择去责备马利亚 但是你会看到 我们可不可以遇到一个 我们突然知道身份的人 然后我们 假扮我们不知道 经过 人生匆匆地度过我们的人生 我们以为 骗到人 我们以为在这样 我们继续去 过我们自己 选择的方向 其实当神将那个 认知 就是你身边有个受告者 你身边有个辛苦 的时候给你知 其实 就已经 有个新的选择 给你 当时你不作决定的话 你特意有得去错失的话 其实你一生都会 悔恨 所以唯有我相信 当然 这个也是一个幸福 也可以说 对一些人来说 不幸福 因为我们惯了 我们认识那个人 他一世都是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不是受告者 大家都很多 是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亲戚 我们认识他的阿叔 他们永远都是阿叔 对不对 不会突然好像石安会变 不断变 神的受告者 不断的身份 恩高的不断变 但是我们不懂得相对 我们的选择 对那人的态度 对这间教会 不断变 对 举个例 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以素和阿国的现象 在现在 以前 认识我们的教会 以前对我们的态度是这样 其实现在对我们的态度都是这样 以前 现在一直都是 以前 敬而远之的 现在继续都是敬而远之 他以为这样可以 他以为没有变 如果我们这间教会 跟普通教会一样 根本没有跟从神 根本都 我们最后发觉 我们的身份 根本都不是神的数目 OK的 他的态度正确 因为我们其实应该用这样的态度 对那些 全部 报告二打录的人 因为这么多闲 这些时间 对他们 但如果你在这么多二打录当中 见到一个神的受高者 等于门台 在这么多二打录当中 那么多余夫当中 见到一个救主 他就不能够仍然用忽 普遍一般人的态度 对回救主 即是等于主耶稣 基督的弟弟妹妹 能够对一般人的态度 对回耶稣 当主耶稣讲道 他当他是瘋的 然后说要带主耶稣走 你猜这些弟弟姊妹 这些兄弟姊妹 因为他是兄弟姊妹 而这样对主耶稣 而神会遥恕他 其实是誤会的 你知不知 其他人这样对他自己哥哥 因为主耶稣跟女怀人 所以一定是哥哥 其他的弟弟妹妹 这样对他哥哥 可能没事 但是主耶稣的弟弟妹妹 这样对主耶稣 如果他在有生之年 不挽回这件事 他死定了 他受的就一定比其他 人 因为那个人是耶稣 是不是 所以 你会看到 现在看回 我们身边的教会 为什么你会看到 尤其是慢慢越来越知道 自己的身份 我对巴兰的审判和责备 是越来越严重 我慢慢对很多外面的教会 所骂的 是越来越严重 有些人觉得不对 又说观点错 究竟是我的观点错 就是这些人 有时 将会 因为我慢慢知道我的身份 我知道这班人 跟我之间 那个身份 我不知道自己受高 我不知道自己是这样的身份 我会用一个 我不知道的态度 配得那个身份 但我现在知道 我真的有这样的身份 我就要用一个配得这个身份 的态度 去分别出来 我跟那些人 诗篇150篇第六节 凡有气息的 都要赞美耶华 你们要赞美耶华华 沙月燕山澡 中程 我仍恨笑 寂寞风几点 世文会珍惜多笑 如否云来虚幻妙 如未曾无知妙笑 经得与他流 能为神改变多笑 愿这笑 离我主人故影见 今月破碎没仍然 情愿戒掉焚意 决心粉碎 只我经过 下法基督的舍战 深天脱未动摇 神话语 让我心改变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